春蜜老師說我會嫁的還不錯 而且我會生男孩 凱樂證實生兒子 諾達臉爆料著賣有求榮 小豬 羅志祥 凱樂 凱樂四年前 介入羅志祥周陽親風播後 就消失演藝圈 前天吐在IG曬出燒音波照 宣布懷孕令人震驚 還凱樂催帳號 難道是復出的前奏 隨之而來就是一堆友人 向媒體爆料 傳出凱樂離開台灣嫁給上海醫生 鬧婚變又和好 就連謝忻在抄音波照秒留言 恭喜你 又掀起凱樂 小甜甜謝忻 三人友情小傳說翻就翻往事 小甜甜原本是凱樂謝忻共同好友 真巧謝忻凱樂先後卷不倫 小甜甜上節目聊八卦 還傳出走漏凱樂即將嫁上海醫生消息 徹底決裂 我跟凱樂 真的沒有決裂 這十幾二十年來 她在我心裡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另外 絕對沒有說過 任何她的不是 或什麼是是非非 因為對我而言 探問朋友 探問家人 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這麼想一架 蠻想的啊 從小就夢想 有一天有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小孩啊 超音波照曝光隔天 有出現友人透露 上海醫師一路陪凱樂走過低潮 兩人迷魂低調閻客 肚力寶寶性別是女生 預算期在下個月 沒想到凱樂 精挑出來在吹傷反擊 和前友人以許久未曾聯繫 不知為何要一直爆料捏造假消息 賣由求榮和熱愛 扮演受害者 果關注同情的習慣要改一改 很抱歉現階段要照顧寶寶 我先去照顧兒子了 完全打臉有人爆料著